四招对抗焦虑,那永无休止的不安。 在现今世界,焦虑症是我们个人会面临到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 许多人患有这种普遍的症状,但焦虑是可以对抗的。 由于日常生活的节奏以及需要吸收处理一切的速度不同,有些人会经历比较严重的焦虑。 尽管这是心理上的问题,很多人仍然不寻求正式的确诊。 然而,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看医生才能意识到,我们处于焦虑的状态以及我们需要帮助。 什么是焦虑症? 由于焦虑症影响了世界各地数不清的人,很多人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患有焦虑症的人通常被认为是有活跃好动或躁动不安的个性。 多数遭受这种精神状况之苦的人,是无法控制这种不安的感觉的。 因此,这就对他们造成了混乱。 很遗憾的,与焦虑有关的主要情感或持续分质上就是负面的。 患有焦虑症的人总是觉得,一定会有什么坏事要发生在自己或周遭的人身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焦虑的人很清楚地知道问题或威胁的存在,但他们无法辨别起因。 因此,要控制问题就变得非常困难。 多数医学界人士确认,我们越了解焦虑所造成的痛苦,就越容易有效地对抗它的症状。 因此,我们要更深度地分析不同类型焦虑的各种面向。 一般性焦虑 一般性焦虑有各式各样的成因。 这种类型的焦虑一旦被触发,与其以沉住冷静的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会用紧张不安的行为来替代。 由于这种类型的焦虑通常来得出乎意料,受害者缺乏足够的心理应对机制。 因此,这可能变成令人非常不快的突发状况。 人格特质型的焦虑 这种类型的焦虑是指,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受到焦虑所影响的人。 大多数的这些人在童年时就与焦虑共存。 受到这种类型焦虑所影响的不幸特征是,他们不论是应对什么状况都很挣扎。 任何情况都可能自动触发焦虑的反应。 结果就是,产生持续又痛苦的不安及担忧。 如何对抗焦虑? 撇开它牵涉广泛而复杂的事实,这并不是个一定要寻求医疗援助的问题。 幸运的,有多样成功的方法可以治疗焦虑。 接下来,我们要提出一些帮助你对抗焦虑的做法。 我们强烈地建议你听取这些意见,并用来帮助你对抗焦虑。 一,接受焦虑。 就像我们所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要先接受它的存在,它的成因,以及它对我们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 尤其是焦虑,你越否认它明显存在的事实,你越可能导致自己受伤。 因此,当面对焦虑,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承认它的存在。 而且不要把这当成一件坏事,要不然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二,察觉不理性的思绪。 经由接受你被焦虑所影响的事实,你就已经迈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接待它,会非常有助用意控制它。 下一步则是了解,这自然会引出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想法的阻碍。 这些想法里有很大一部分会与不合逻辑或者非理性的恐惧或事故相关。 因此,你的首要任务是,快速学会拆分逻辑与不合逻辑,真实与谎言。 有个有效的方法,可建立理性性程序以重新确认你的想法。 那就是使用一系列简单,基本,容易回答的问题,来确认你想法的逻辑。 虽然他人的协助可能会有极大的帮助,但还是建议你,自己执行这项任务,学习对自己的这些想法提出质疑。 有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中是很明确的,随着时光流转,我们有更多的职责,义务和责任。 所有这些紧张和压力自然会对我们的心灵造成很大的负担。 当然,在反重事物和责任的累积压力下,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紧张的反应。 不过还是要记住,焦虑在我们的脑中折服。 因此,我们必须能够提前分析,那一项职责,活动和责任是最重要的,以减轻事情不断累积之后所产生的压力。 一旦你完成前述的重要性排序认知,再考虑减少或停止进行,那些你觉得其实没那么重要的活动。 毕竟,从长远来看,他们只会加重你的焦虑。 四,给自己足够的个人时间。 不受焦虑影响的人的行程表通常是非常忙碌的。 然而,伴随着这种心理症状的人通常会更加的忙碌。 除了旅行其正常的任务,他们还必须要花时间去分辨以及处理那些沉重的思绪。 不论这一天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累得像条狗,你一定还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如果是用来放松和让自己平静,那么这个时间就更为重要。 放松有许多形式,有些方法比其他的更有效率,但都会有帮助。 鼓励自己做以下活动。 看电影,在家里做呼吸和放松的练习。 练习瑜伽或皮拉提斯,参加舞蹈社或舞团。 从事自己的嗜好。